二年57歲的吳啟華 07年與內地女藝人石羊子結婚 08年生了女女吳希兒 可惜他們在14年離婚 說這麼快吳希兒已經13歲 她之前就在個人社交平台貼出近招 五官精緻的她 樣子就被指和爸爸吳啟華一個病人 和媽媽石羊子更像兩姐妹 被稱是仙氣星二代 吳啟華看到女女不單天生泥質 而且性格活潑 眼睛滾滾經常做不同的表情 所以都很努力地培育她 而為了令女女有優質的生活 據悉 吳希兒的生活費高達每月22萬 換言之 在這13年來 吳啟華就花了3000多元在女女身上 在吳希兒的生活照上 可以看到她的物質生活很富遠 房子佈置得像公主屋一樣 桌上的文具應有盡有 學校方面 吳希兒小時候就被父母安排 在吉林長春市一間很出名的國際學校讀書 每年的學費聽說要20萬 近年 吳啟華已經將基地轉移到內地 方便照顧女女之餘 她還會經常在網絡平台拍片給了粉絲 而她的社交平台更加擁有60萬粉絲 搖身一變成為內地的網絡紅人 其中她最喜歡就是曬明彪 原來她收藏了超過40隻努力士 除了保值之外 更是因為她對勞力士手錶情有獨鍾 不過 她平時生活朴實 還曾經認得穿簡單坐巴士 而被稱讚親民 之前 吳啟華就在社交平台賣院過 她以前在無線工作 只是表面風光 其實收入不高 生活壓力很大 不過轉戰內地發展之後 酬勞即刻會升 她接一場內地相演的酬金 已經是香港兩個月的人工 難怪她有足夠的銀彈為女女鋪路 而早前她接受訪問時透露 和朋友打算開始製作短片公司 應該是想力捧女女成為明日之星 在現在網絡年代 不少星二代都搖身一變成網絡紅人 就好像已故知心藝人廖啟哲的細仔 廖文遜 不單是YouTube受歡迎頻道小薯茄的妖元 喜歡音樂的她還精通多種樂器 並且曾經和鄭忠基AirRecord合作 李嘉欣和許晉鏗的十歲兒子 許建彤 在YouTube一個人經營兩個頻道 用一口流利的英文 分享打機心得 而李嘉欣也很支持有訂閱兒子的頻道 張繼聰和謝安琦的十四歲兒子張占 也有在YouTube開設頻道 並在社交平台上以電子遊戲影片製作者字句 不過她目前仍然以學業為重 所以片量都不算很多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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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